那你说 他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好了 也许 他根本就不喜欢男人了 那我吃个菜行吗 你别讲 什么脸啊 宋爷每天那么辛苦 他得多吃点不可能啊 那这菜还怎么吃啊 让不让人吃了 差不多了啊 大元 怎么想起来请客吃饭了 你这话说的 就像我之前没请过似的 我要再不请你们吃饭 你们背地里还指不定怎么骂我 大云那我等会得加点菜啊 等会得加 在犒劳大家之前 我有一个全新的想法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你看我说的吧 这小子就不会无视献殷勤 我想大家都看到了 目前我们的网站流量暴增 新用户注册量急剧上升 尤其是女性的注册量 增长迅猛 网站上有一句话说得好 在这个世界上 孩子的钱和女人的钱 最好赚 所以我打算 先从女人下手 这个手下得好 那咱打算怎么搞啊 搞你个头啊 我呢 准备扩大女性比例用户 增加一些服务女生的内容 比如说美妆常识 化妆知识 大牌团购 星座首相情感话题之类 只要是女孩子喜欢了 我们就要去做 就算吸引了女生的注意 怎么把流量变现呢 还是投广告吗 不着急冰箱 眼下咱们当务之情 是扩大网站的知名度 增加注册量 还有 免合 既然咱们主打的是社交网站 就要把社交 放在重用之重上 怎么样 让用户们更好地去交流 有兴趣地去交流 一心向心的道理 大家都懂 我相信 有女性活跃的网站 自然少不了 像杨夕美这样的男生 有道理啊 我觉得大鱼说得特别对 这个就跟什么一样啊 咱们大学的时候玩那游戏 一旦咱们这个工会 要来了一大美女 那肯定呼啦来了一大棒了一半 大鱼 我举双手支持你 这想法我没意见 不过 要增加新内容的话 可能我们这几个人 真的不会 老大说得对 选员工的计划要提升日程啊 而且还有一个事啊 现在合租计划已经经济尾声了 我们得想一下办法 怎么维持一下网站的热度 这个你放心 下一步的推广计划 我已经准备好了 是什么呀 想知道啊 啊 过来 秘密 下午再告诉你 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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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吃一点啊 你还得度脑子呢 我上学的时候啊 就是成宿成宿地看书 我现在呢 每天就是成宿成宿地想你 我跟你说 我现在每天只做两件事 呼吸还有想你 每次想你有了伊丽莎 所以有了伊丽莎 你是不是特别累啊今天 不可能不累 你今天都在我脑海里跑了一天了 歇会儿吧 好 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拜拜 拜拜 别的 但于咱们是兄弟我 我还是喜欢女孩的 你赶紧把她都叫下来 下来了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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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要表白了 周延 老大 下来了 下来了 这就是你说的 第二个推广方案 是的 再过一个月 就是七夕了 我想借这次中国的情人节 为我们的网站 再添一把 送玫瑰 没错 我从云南定了一束玫瑰花 我打算 在七夕的时候 快递给每一位注册用户 满半年且活跃度较高的女性 再从中抽取七十七位幸运馆长 免费收入那边种大宝 那得花多少钱 花不了多少钱 玫瑰平时挺便宜的 尤其在昆宾 十块钱能买一大捧吗 只有在二月十四七夕 包括圣诞节这样特殊的节日 稍微贵了一点 只要你提前预定 价格还是挺合理的 你们看 这一束盛开的 像二位美女一样的鲜花 其实是保存了七天的玫瑰 能看上来吗 真的假的 当然了 那可真看不出来 知道怎么做的吗 怎么做的 放冰柜里 放冰柜里 不是 逗我的吧 谁动你玩啊 低温可以降低花的新陈代谢 从而让花的保鲜程度越来越长 我觉得这个办法真的太好了 大宇 真的 咱们再在这个外包装上 印上咱们的大喽咕 那出击率绝对百分之百 大哥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事吧 得问女士 你们觉得如果 收到这样的一束玫瑰花的话 是什么心情 我没有所谓啊 问紫珊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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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是我的话 我肯定开心死了呀 我肯定开心死了呀 还从来没有人送我 还从来没有人送我 这么大一束花呢 要是我能收到这样一束花 要是我能收到这样一束花 我肯定把它报到街上去逛街 让所有女生看到我都羡慕死我 让所有女生看到我都羡慕死我 要是所有的女孩都能像你这么正常 那该多好啊 要是所有的女孩都能像你这么正常 我觉得还可以再增加一个活动 叫做 说出你的爱 让男生也在网站上有机会向女生表白 当赞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 就可以送一束玫瑰花 当然 赞的数量越多 送的玫瑰花也越多 我觉得老大说得这也特别好 大多数男生都知道女孩是喜欢花的 但是一是觉得太贵舍不得 二是觉得把这东西放屋里 放完了几天就坏了 这也不太实用 与其花这么多钱买个破花 这还不如吃顿麻辣烫 但是花别人钱就不一样了 自己在那儿挑拥键盘 抒发一下情感 自己喜欢的女孩就把花收着吧 还能在别人那天炫耀去 我觉得这个办法特别好 杨子说得没错 我觉得所有的宣传方案啊 都抓住了一点 就是要利用人们的人性弱点 比如说这次 我们就是要利用人们的爱占小便宜 喜欢秀恩爱这一点 老大 这么浪漫一事让你说的你就 让你说的 那么赤裸膜 我这是实事求是 好 那我下次给你整个 展现人性光辉的 让你看一看 好 好 好 方林好 您的花 好 谢谢啊 哇 谁送给她呀 就做得票看看网啊 就可以送花了 出来了出来了 出来了 快来看快来看 怎么样 搜索量比之前增加了百分之一千三百五十七 网站流量和注册量怎么样 日新增注册量连续一周超过了四千 今天更将近九千 而且同时在线人数达到了三万一千人 服务器属于满负荷状态 那这么说的话 我们是不是出名了 不只是出名了 用户的忠诚度也提高了 你看 尤其是女性用户 日活量比之前增高了两倍 不是 戴宇 这咱们得花多少钱啊 三十万不多 不错吧 何止不错啊 这笔画广告 臭得好太多了 我告诉你 我只是点了一个小小的火星而已 后面呢 主要还是靠口碑传播和网络自媒体的链式反应 到那个时候 轻轻地扇一下风 引导一下风向 就会变成 寥无远之后 行了 你别臭美了 我觉得当下咱们要考虑考虑 这家人的事情 为了这个活动 咱们所有人都超负荷的工作 就咱们这五个半人早晚得累死 不是害得高赔富吗 人家高赔富现在是网红 有好几百万粉丝呢 天天忙着自己的吃喝玩的实验 哪有时间干其他的 真的 要这个工作量啊 必须招人了 是啊 现在是女人当男人使 男人当机器使 这机器啊 二十四小时不停地使 关键这个服务器 也快捡不住了 灯加新设备需要一个地方 招人也需要一个地方 虽然这块我们几个工作都习惯了 但是我觉得 真得重新找个像样的地方 对啊 我出去跟人谈的事 我都不好意思把人往这儿带 派人觉得咱俩不靠谱 看来咱们只能招兵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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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离包入住 哎呦 这 这里边这么大 哎呀我露眼睛 哎呀我露眼睛 哎呀我露了这儿 一定不便宜吧 还行吧 这儿原来是一个非洲厂房改造的 啊 远离城市 啊远离喧嚣 租金比市里便宜多了 那周边几事都发了 放心吧 小雨正在筛选简历 初步定在下周面市 哎 我跟你不错啊 你们这间最大的办公室我要了 你们谁也不去跟我抢 待会儿给我交一保洁 帮我收拾收拾啊 行没问题啊 但是那个这个创业初期呢 能省得少啊 谁的办公室谁自己收 哟 那我还是挑一件小的地方 干什么 是 快 哎 招聘会准备怎么样了 放心吧老大啊 都研究得明明白白的 绝对不会掉链子 我告诉你一天 尤其是招聘的时候 你别没个正经啊 我怎么没正经啊 我做梦都想当领导啊 绝对不能放过这次局 怎么样 招聘会有信心吗 我这边没问题了啊 我做梦都想当领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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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可我回来都没看出我呀 她人呢 嗯 让紫珊拉屋里去了 什么 拉屋去了 光天化日之下 还把门反锁了 你说成何体统 还让不让咱们这些单身古活 行了你别说了 紫珊说 既然现在 大家已经开始招联了 就都是领导了 领导就得有点领导的样子 所以主动请英 要给周妍 设一下风格 一个花岗也脑袋啊 一个工科IT展单 有什么可设计 瞎设计什么呀 真是的 周妍 你不要出道啊 你眼尖了 紫珊给我换隐形了 那还隐形了 我看看 紫珊还给你换什么了 我看看 就你帅了 你那裤换不换 不不快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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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花岗也脑袋 导致血还挺帅的 那当然了 我选中的男人怎么会不帅呢 擦擦那口水 看不看那个美的 没有 又不是我美 我呢 是有一双善于发心理的眼睛 对 对 洛宇 要不这样 你让我好好导致导致 我保证你导致完以后 你死一大批男士 没这样解了你 没这样解 怎么没这样解 怎么导致 这几分资料你们都看一下 都是有过行业经验的人 我已经在应用上 直接跟他们聊过了 还蛮不错的 他们不是在上面已经跟老板聊过了吗 还找我们干嘛呀 别闹 这几个人选的各有所成 我已经把他们分好组了 剩下的就看你们的了 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我以前是做网络传媒的一块 特别是针对新闻热点 做过什么大项目 喊来去了 那上半人大项目 我参加过好几个呢 偶尔还和那什么明星的合作合作的 真是个人才啊 微博转发都让你说得这么高大商 梦想的是什么 梦想的是什么 梦想是对未来的期望 是让你感到幸福的幸福 英语专业研究生 英语专业研究生 英语非常好 跟你开个玩笑 我是做市场推广的嘛 其实这是一道网络工程师考试的原题 你们公司出这题也太难了 这个题其实很简单 梦想 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 号召着每一个寻宝人 梦想 是这个世界上最清晰的目标 指引着每一个人前进的方向 如果你来这只是为了工作的话 对不起你来错了 以前做过销售 对 做过两年 什么类型的 主要是在人群密集区域 提供面临面咨询和直面销售 欢迎你封面 IT通讯集中心服务啊 具体点 就是智能数字通讯设备 表面高分子化和物语延展处理的技术 现场对我鼓励享受 说人话 上今天玩 以后你就跟着哥哥我混吧 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就没这么多想着了 只要你以后好好干会来事 我保证你以后 吃香的喝辣的 大酒店小饭馆水本江 尽量通统爱衣 而在传统的舞台湾 真的 周老师你讲得太好了啊 周老师 谢谢 谢谢 喝水 我们短期的梦想 是为了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中期的梦想 是为了改变整个北漂的生活 我们长远的梦想 是为了改变全中国人的生活 这才是我们的中国梦 那么问题来了 你愿意加入我们共同的事业吗 咱们中午广泛吗 咱们中午广泛吗 你们啊 有你们那么面试的吗 就差斩鸡头烧黄纸磕头败把子了 还有你 周岩 这不是IT培训中心 没让你给别人上计算机课 你嘿嘿嘿 你嘿嘿什么呢你 你那是招人吗 你整个一个梦想主题报告会啊 全都就听你咱那块打鸡血似的 嚷嚷嚷嚷嚷嚷嚷 差点让别人以为咱们是传销的 还有你 用得着那么挑剔吗 是 有的人在简历里是有点水分 那你心里明白就得了 干嘛把话说得那么绝呀 这一上午七个人面试 五个人都哭着跑出去了 心里素质太长了吧 都像你们这么面试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合适的人 别着急 我们这不也是第一次面试吗 再说了 你总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那你行你来 行 下午我来 你们看着 姓名 不知道啊 我姓布 叫知道 以前从事过哪些岗位啊 养足算吗 市场销售行政人力发布 都没有干过啊 大哥 咱能别用排除法吗 你希望你的同事是虎是狼还是羊 我希望是人 你有什么特长 有很多特长 我腿特长 他们都说我普通话说得好 大叔对不起啊 我们这个职位对年龄是有要求的 我才二十三岁啊 那您怎么这么嫌老啊 我以前搞影视子 你有梦想吗 不知道啊 留我妈去 那你有短期的目标吗 不知道 留我妈去 你是哪儿毕业的 留我妈去 你多大了 留我妈去 你没事吧 为什么什么都问你妈 你有没有主见啊 留我妈去 你想应聘什么职位啊 我没啥要求 就工资高一点 待遇好一点 假期嘛长一点 我身体不好 你这加班就算了吧 有账的工作也给我介绍一块 谈谈你对跳槽的看法 出了狼窝又入了虎穴 你认为什么是欺而不舍的进取精神 不打死我就一直干下去 干 你期望的月薪是多少 一半明媚一半忧伤 试用期四分明媚六分忧伤 干不干 他们俩说什么都那么Q的话 明媚一半忧伤一千 他要五千了 小于这些四千了 你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 为了遇见你 累了吧 这一天面试 真是光看见奇葩了 真是长了眼了 那咋为咱们的于彭月呀 问他干嘛呀 他怎么了 你没看招聘企事上怎么写的 不分出身 无论出处 急需各种能人意识来者不去 一个能人没见着 光看见意识了 这能人也有 不过呢 就得慧眼识珠 这些就是我刚才筛出来的 都是咱们现在最缺的人手 你们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行 我就看看你这个慧眼怎么识这个珠 行啊 小于 你还有这两下子呢 妈妈得啦 就懂一点皮毛 不过现在还是可以用的 这 都这么专业了 还略懂皮毛 还妈妈得 当初大于把你拉进公司 真是太划算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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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这儿贫了 于彭月呢 我这还有文件等着他签的 嗯 对哦 之前还在这儿呢 又有工夫 人不签了 他不是跟他去 哎 哎 好 他总是 是留下电话号码 等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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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等你 干嘛去了 当 那我跟你们说了 你们别说是我说的啊 你赶紧说吧 咱们都在这儿干活呢 他人呢 大于相信你了 这于彭月 也太心不可耐了 工作时间相亲 他把公司当什么了 把我们当什么了 晓月 慢点 孩子生于彭月的气啊 这个于彭月 面试这么重要的事情 应该半路跑出去相亲 可能在他眼里 相亲就是比面试更重要吧 他爸妈从小就跟他说 鸟随暖凤 飞腾远 什么意思啊 我也是听他说啊 刚上小学那会儿 他爸妈就开始存着他 和他们搬一个 大干部的女儿套进屋 他上高中的时候呢 就开始撮合 和他们搬一个大老板的闺女 来谈恋爱 就连放暑假的时候 都逼着他 去给别人去补课 就是想让他有一天 可以嫁一个家庭好的女生 估计这次 也会得介绍一只卵方法 这都什么年代了 他就不能拒绝吗 为什么要拒绝啊 那不喜欢做的事情 当然要拒绝了 小时候是没有办法 可是长大的 谁又能逼得了谁啊 而且这种事情是双方的 都得负责 怎么能这么随便 是啊 不喜欢的事情 没什么 咱们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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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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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哥想你想的事 不要叫 你早点休息 拜拜 拜拜 又多贫呢 没有 工作 等会儿 这么晚才回来 我以为你直接入洞房了呢 能聊天就聊 不能聊滚 别别别 怎么回事这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啊 还不是应付我爸我妈 你说能够我介绍的什么人 上次给我介绍一搞山枭的 这次呢 照片上看起来活泼可爱 青春靓丽 可实际上一件 就是一自暴自弃的小胎妹 我怀疑他都是脏爱家族里出的 这照片跟本人不一样 太正常了 咱们这儿可是屁的 连妈都不认识的重灾群 让他过去吧 这次相亲 有没有找到什么新灵感啊 我这儿跟他们担 又出卖我了是吧 不可能 没事 我相信你 你过来咱俩多了 别 来来来 早点休息 你别害怕你 咱俩修动你 我不动了我不动 来 咱俩修动你 咱俩修动你 我不动你 你这儿充足 你能收一点 你能收一点 来来来来 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 停 你别闹了 停 还让不让睡觉 自己闹别吵到别人好不好 你这种 来说你 我哪种人啊 不是 我哪种人 通过这两次相亲 我发现一个问题 对于这些社交面 不是很广的北漂来说 想找一个靠路的人 实在是太难了 不管他们通过什么途径 去认识异性 都对这个异性 缺乏足够的要点 没错 都是说得好听 一见面一接触 就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你就打算 开始做婚恋办法 婚恋它也是社交的一部分 既然市场上 有需要 咱们为什么不适宜 可咱们的优势在哪儿 咱们的优势就在于 比那些婚恋网站 更加了解每一位用户 婚恋网站知道这些用户 确切在哪儿住吗 知道他们花多少钱租房子吗 知道他们信誉是多少吗 知道他们的同学同事朋友 包括房东对方的评价吗 不知道吧 但是咱们知道 大悦 你不会要出卖个人隐私吧 我说这个我可不同意 去去去 谁要卖个人隐私 我这是告诉你们 咱们可以通过 大数据可以帮咱们的用户 更好地去找对象 懂吗 我觉得 可以试一试 至少我们网站 在用户这一块 身份和行为画像 是相对清晰的 在实名注册和匿名护评的机制之下 骗子出现的几率 也会大大减小 小雨 你什么意见 婚恋这块我不感兴趣 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们聊吧 我去看洗手间 小雨最近是怎么了 啊 怎么一聊到这个结婚啊 谈恋爱的时候 她怀疑她就躲躲藏藏着 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小雨子 别胡说八道 哎 我告诉你们俩一秘密 关于小雨的 什么秘密 小雨其实是一个附加现金 她爸特别有钱 谁要是跟她谈了恋爱 谁这辈子就吵嚷了 你怎么知道她 这还用说吗 当然是子善那大嘴巴跟我说的 那天子善去找我 打听周延在学校的事 打听我干嘛呀 这明智顾问嘛 打听我不就出事了嘛 别打差 说着说着就说到咱们在 创业大赛上碰见陈虎生啊 陈虎生当初不也是因为 入赘郭氏集团 才一步登天的嘛 就此 我跟子善围绕着婚姻观 还有价值观争论了一番 这个子善呢 一步也要去说漏了嘴 拿若宇他爸给我举了个例子 这才被我威逼利诱 八卦出来了 你说我是不是特恋 杨欣问我发你这嘴啊 就跟她漏斗下来 谁要有秘密 千万不能跟你说 跟你说你准保守 你说你这人得了便宜还卖乖 是兄弟我告诉你 不是兄弟我还不说呢 不是你是不是兄弟 这也不能说呀 这是信誉问题 行行行就您有信 那我不说了以后 我发死都不说了 但是话要说回来了啊 这个若宇藏得可够深哪 咱们接触了这么长时间 咱们什么都不知道 杨欣我告诉你啊 这事与王若宇私事 你最好少多嘴 于邦爷我也告诉你 您给我抓紧时间啊 我抓紧什么呀 驸马爷啊 驸你个头驸 你以为我像陈无声似的呀 赶紧干活去 行 干活去呗 抓紧啊 驸马爷 干嘛呢 这儿待着 我 干活去 漂亮 没有到陈市长平时还有这个雅星啊 这一杆起码有一百二十码吧 这可不是一两天就能练出来的 哎呀 好久不打了 不比以前了 坐坐坐 您坐 你去吧 十年前我在企业的时候啊 专门负责和日本 以及欧美的老外谈生意 你要不会打球啊 还真没法跟他们说上话 后来到了机关 就再也没有摸过他们 陈市长把我约到这个地方 就不怕说人非议嘛 那怕什么 我花自己的钱 生正哪怕影子写 是是是是 哦 对了 我听说领千金 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 日本明晓留学 拥有您这样附近的指导 前途不隔限量啊 陈老 明天下午回上海的机票 已经订好了 嗯 那我先出去 有什么事您再叫我 嗯 等等 你把那个卡装好 明天上午 给陈副市长送过去 嗯 就就这么直接给他 他能收吗 哎呀 今天在球场上商量好的 他不会不收的 您跟陈副市长什么时候商量的 我怎么没听见啊 他把我约到那个地方 又故意的 把秘书支开啊 你认为他要干什么呀 嗯 他是在暗示我 要办事 先花钱 而且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明白吗 可是 你们不是就讨论了一些 人家谈女儿吗 要么说你什么呢 我听说领千金 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 钱都不可限量啊 女大不中留啊 他说女大不中留 钱太子就是 问我能不能帮她女儿啊 买个工作 又说人小主意大 意思就是 钱不能给少啊 别看她年纪不大 主意可不小 年轻人嘛 总有年轻人的想法 像我这样的 已经跟不上他们的思路了 特别是这两年 那些时髦的用语 我得让人翻译才能明白 分开来把每个字都认识 可是一连起来 是什么意思 我是满头的雾水啊 看来以后想做年轻人的生意 得在公司 专门设这么一个职位了 我回答她 设这么一个职位 就是答应给她女儿 安排一个闲职 顾语说得好啊 三思而后行 纪文子的版面例子 还在哪儿摆着呢 他又说三思而后行 意思就是 下次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这你都没听懂 不是 这 这 这三思而后行 是这意思啊 真是不学无师 三思而后行 是出自论语 全句是 纪文子三思而后行 子文之曰 再思可疑 这句话有两种解释 不过她又补充了一句说 纪文子的反面例子 这就意味着 她支持第二种解释 那就是纪文子在做事情的时候 总是考虑再三 孔子听说了就告诉她 做事情不要想得太多 两次就可以了 明白吗 不明白 今天我们见面是第一次 明天你再去 不就是第二次了吗 哦 原来是这意思 哎呦 这些人说话可真难懂啊 陈老您放心啊 明天我一定把她送到 好 等等小小 您还有什么吩咐 把机票给签了 明天办完事我不回上海 直接毁别方式 咱不是都说好了吗 办完事就回上海 夫人还在家里等您呢 计划没有变化宽 给夫人打个电话 就说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 可是高市集团的事儿 咱们不是都弄完了吗 哪有一万饭吃一辈子的 做生意就是要不停地去找新的饭 明白吗 陈老您是不是又有什么新想法了 这回又是哪家大公司啊 小强 算起来 你也跟了我十几年了吧 是 如果有一天 夫人跟我起了争执 你 站在哪一边啊 陈老您看您问的 这就好比您问我 我我我我媳妇跟我妈掉水里 我先救谁 这这这这真不好回答呀 回答得好 行 去把机票给签了 告诉夫人 我准备用她的名字 再注册一家公司 好 行 去把机票给签了 是 微不熟的狼崽子 真的 老家伙真这么说 是 夫人 她说要用夫人的名字 再注册一家公司 看来是大买卖呀 不知道老家伙又左目出什么呢 不管她干什么 你统统给我记录下来 随时跟我回报 还有 你要密切注意 跟她接触的人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李应春的女人 一旦有这女人消息 随时跟我回报 好的 夫人 但是 这个李应春是谁啊 不该问的 你就别问 对不起 夫人 我就是随口一问 您别生气 再听说 音乐 可疑 就不分开 您抱見て 您抱歉 年轻人 是我呀 陈老 怎么是你呀 站在哪儿 我如果过来转你 是不是 走到他 你不欢迎我跟你打电话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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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有点意外 您怎么知道这电话的 我要想知道的事情 总是会知道的 更何况你们刚被评为 年度十大新锐创业公司 想不知道都不行了 其实是大家抬爱 给我们推上去的 跟榜单上其他的网站相比 还差点远 还是这么淡定 这个性格好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 你对朋友可是有点不够意思啊 当初你从计外公司 不辞而别也就罢了 后来弄了一个 这么有意思的项目 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呢 咱们俩可是说好的呀 您对我们这种小网站 也感兴趣啊 我感兴趣的 可不是什么小网站 来 我申目一下 为了庆祝公司的成立 公司决定 周末的时候带大家去 泡温泉 好 这样吧 晚上一起聊聊 怎么样 好的 没问题 那等您消遣 嗯 好 宣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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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羊的那嘴那么不严 刚刚决定下来 没几分钟消息就传出去了 害得我不得不在 所有人知道之前提前宣布 有了大 我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应该一起啊 不就是周末一起泡个温泉吗 你们去吧 我呢不给你们凑热闹了 老大 你不会生气了吧 不要那么小心眼吗 再说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本来就不喜欢热闹了 最主要是 周末大家都出去 咱们得留个人看家吧 那好吧 好 辛苦了大了啊 下次回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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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看看 我这就选出来了 老大不是我说什么 您这执行力简直了 你少拍马屁啊 这种特意挑出来 特别适合婚恋板块的一些模特 你抓紧时间定下来 然后我好好把协议给签了 哎呀 不着急 不就是一套婚纱账吗 把摄影师场地定下来 剩下的等大家回来之后一起讨论呗 哎 哎 我提醒你啊 时间可没你小的那么宽越 如果周末之前定下来的话 小居他们狮子大开口 放心吧 老大 这个世界上 三条腿的蛤蟆难招 两条腿的人 遍地都是 小居还等着我开会呢 先走了 老大 模特罢工了 哈 现在出了这种事你说吧 老大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你没想到 当初团建之前有提醒过你没有 是不 是 是 我承认是我错了 我把问题想简单了 不是 那既然他们要抬价 咱们就换一个不就完了吗 你说得轻巧啊 我告诉你啊 那些模特早就串通好了 你换谁都这家了 人就知道我们当务不起 那你说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 以后再有这种事一定提前定好 别给人家机会抓住我们工作店 答应他吧 凭什么答应他们啊